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对物流供应商打不得 毕竟不交钱就不能出货 少交钱出货效率就慢 卖家只能被动接受无穷无尽 恶性循环的附加费 不难预测 如今全球疫情持续发酵 物流运力紧缺 运费上涨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高价位运费将成常态化 随着跨境出口电商市场的黑天鹅事件频发 欧美物流运输上的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仍在加剧 卖家若是不想自己的利润被物流成本进一步压缩 就得学会位于筹谋 首先 要选择靠谱的本土物流供应商 同时也要随时做好海陆空三方面备用方案 不要将鸡蛋都放同个篮子里 同时 针对自身产品去选择多样化的物流服务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优化物流成本 同时也能增强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卖家们只有化被动为主动 才不会让自己持续陷入物流黑盒子的恐慌和绝境之中 撤耗2 撤耗4 撤耗4